嘿,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千云 有个来自泰国北部的农夫在TikTok做了一番演讲 他说,生活原本很简单,为何我们总是把它复杂化? 他的名字是John Jandai John从小就在泰北一个农村里长大 人们告诉他,你要到城市工作才能获得金钱和地位 于是他来到了泰国的首都,曼谷 那个时候他每天工作最少八小时 却时常在想,为什么自己已经长时间的在工作 每天却只买得起一碗面 而且还必须和很多人住在一个拥挤狭小的空间里 生活品质还远远不如自己在农村的时候 他思来想去,也许是自己的教育程度还不够 于是他报名学校,开始了边工作边念书的生活 John Jandai是一个非常有思维能力的人 和一般人不一样 他在学校里反而看见了每个课程都是属于破坏性的专业 建筑、工程、农业教的都是如何破坏环境 如何对水和植物下毒 如何对抗大自然、破坏土地 他认为这些知识都不过是在教导人们如何破坏一切 为了工作,John几乎花上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 在学校,他没有学到任何有意的知识 他和曼谷那些城市人一样 每天忙忙碌碌,精神紧张 却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忙些什么 为了什么而忙 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在农村,他们只要每天工作两小时 一年只要工作两个月 一个月种植,一个月收成 就足够养活全家人了 他们拥有最多的是时间 他们很少为了未来而焦虑 他们早上工作,校午午睡 午睡后便和家人、朋友、邻居们一起聊天说笑 他们不用破坏环境的塑料袋 而是自己亲手编织篮子 他们有时间去感受大自然 去了解自己 不需要为了生计,终日奔波 于是尊决定回到家乡 开始种植稻米 一年只工作两个月 收成的稻米养活了一家六口 甚至还有鱼额拿出去卖 另外他还养鱼种菜 菜园里种着30多种菜 家里有米,有鱼,有菜 每天也只需要花10分钟打理菜园就好 时间对John来说绰绰有余 他还自己亲手盖了一栋房子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房子建好了 John笑说他在城市的同学必须费近30年才能还清房屋贷款 相较之下,他等于省下了29年多的时间 有一次John花了一个月的薪水 买了一条10下最流行的牛仔裤 当他穿上那条牛仔裤 在镜子前照了又照 发现他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才能拥有一间房子 我们必须牺牲很多时间和代价 才能换来一日三餐 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 可是我们却一直在追逐那些不重要的东西 于是John在清迈建造了一间有机农场 和大自然结合 不用农药,不破坏环境 以此宣扬自己回归原始生活的理念 他希望可以通过盼盼农场 让大家知道 我们不需要非得被大社会推着向前走 我们只要改变心境 让生活回到最简单的状态 就能获得自在和快乐 简单,轻松,自由 才是人生最该有的样子 John也说 现在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的大学 那么多聪明的人 生活却变得比以往更加艰难 现在这个世界是处于最不文明的时代 因为一个文明的世界 必须让人类的基本需求 食物,住房,衣服和药物足够便宜 并且容易获取 可现今我们必须付出多少代价 才能够获得这四样基本生活需求 也许正是如今的生活如此艰难 最近才出现了一个获得大家高度关注的网络用语 躺平 躺平主义主张的是降低物欲 不买车,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子 不再为了升职而奋斗 不再为了工作而加班 薪资只要可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就够了 这样的躺平主义 这一瞬间让很多年轻人感同身受 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可同时也引来了很多人的反对 他们嘲讽这些年轻人不过是好吃懒做 为自己的不努力找了个借口 其实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他们想要过的人生 只要不偷不抢 没有因为自己想躺平 而导致父母或亲友必须在经济上长期援助自己 没有因为自己而为身边的人带来了麻烦的话 躺平主义未必只有负面 可前提是 躺平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干 每天睡到日上三干 醒来吃饭看电视玩手机 过着昏昏沉沉的生活 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 而选择目前这样的生活 就像John一样 他清楚知道自己回乡后要做些什么 他没有选择和其他城市人一样的路线 而是靠自己的双手 为自己劈开了另一条行进道路 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和John一样拥有农地 可以自给自足 可是我们可以学习他简单生活的人生哲理 不将生活复杂化 放下不必要的物欲 也就不会被一大堆信用卡开销 和还不清的账单追着跑 就如John想表达的 我们不是我们的工作 不是我们的房子 不是我们的身份地位 也不是我们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我们就只是我们自己而已 只要我们认清这一点 我们就不再为了生活而痛苦 也不会被这个社会拉着拼命往前跑 却茫然不知自己要抵达的远方在哪里 有时候必须慢点走 我们的灵魂才能赶上 愿你一切安好 生活自在 我们下次见